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已很未知的妹妹却还要被哥哥责怪 更加的伤心生气 但这天上课 哥哥因为成绩优异 老师奖励了他一支漂亮的自动铅笔 哥哥放学回来为了安慰生气的妹妹 将自己刚得的铅笔送给了妹妹 两个人和好如初 终于有一天 妹妹在学校一个同学脚上看见了自己的鞋子 他记下了同学的住址 带哥哥放学后两人一起去到他家门前 却看见他的父亲竟是个盲人 两个善良的孩子不愿再去添加更多的补薪 失望地回了家 周末父亲听说在郊区别墅做园丁能赚不少钱 于是带着阿里去别墅寻找工作 在无数次被拒止后 终于有人给了他们一份园丁的工作 在做完工作后还得到一笔丰厚的小费 回去的路上 父亲说自己要请一个月的假来此工作 这样就能给家里制备很多东西 于是阿里向父亲提起要给妹妹买双鞋 妹妹的鞋破了 正当两人畅想美好的时候 自行车刹车失灵 两个人都摔了下来 像是一击猛锤将他们再次击回了现实 后来市里举办学生马拉松 季军奖品是一双球鞋 于是阿里告诉妹妹自己要参加马拉松 会获得季军为她赢一双鞋子 比赛时阿里想到天天与自己穿一双鞋上学 却一直手心没告诉父母的妹妹 一路赶超其他选手 快跑到终点时竟出现了四人并排的状况 如果慢一点就成了第四 于是阿里分力奔跑竟然跑了第一 但冠军的奖励并没有球鞋 阿里自己的鞋子也在长跑中不堪重负破了 兄妹二人更加的失望 他们并不知道 回家路上的父亲已经给他们买好了新鞋子 这部电影虽然写的是一个很小的故事 却很有代入感 因为故事现小 所以整个故事也讲得很连贯 很细节 丢了个东西 在成年人看来完全不算是个问题 在孩子的世界 却是互相保密的大师 不禁让我们在这个日子越过越快的成人时代 想起当年那些觉得永远也长不大的时光 那样单纯 那样美好 电影虽然描述一个贫苦家庭 却没有绿色画面去表现平铺 但观众看下来的感觉并不会觉得悲哀无力 反而觉得美丽温暖 因为影片里的穷人们都善良 满怀希望 并且为美好生活认真努力着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就应该是这样 苦难中仍有希望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眼时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